好了 这是新竹竹南的公共路跟科学路口 号制灯整个被扯断倒了下来 双向车道有五个车道受阻 工程人员还有警方到场处理 但是怎么倒的 造势者逃了 从监视器画面看到 就是这辆大货车 他停红灯的时候看到车顶上有个架子 这是车顶的安全护栏 驾驶忘了放下来 右转的时候 护栏拉到了电线 把整个电杆都扯断拉倒了 监视器画面也跟着停止 但是驾驶跑了 前方路口还看到 这辆大货车停下来 驾驶下车检查 还爬到车点去拆下了护栏 他肇事逃逸 事发在十月五号 竹南科学园区下午两点左右 还好当时并没有砸到经过的人车 被扯断的电杆上面还有一些仪器 维修费用要十五万 但是驾驶肇事逃逸 多了一条罪 除了处罚一到三千元的罚款 还要调货驾照一到三个月 职业驾驶没有驾照 等于他在调货驾照的这段期间 也丢了饭碗 好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